医药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还是可以分为很多种 比如说按照不同的这个案件类型的话 可以分为专利商标著作权 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等 那如果按照这个产品类型的话 可以分为医药相关 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和这个医疗器械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那么在药品这一块呢 可能还可以进一步的分为创新药和仿制药 它们的这个要面临的法律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在创新药这块 可能主要涉及一个创新药的药品上市审批 药品专利保护期的延长 还有它的这个药品 全球化的一个专利布局等等 那仿制药的话 其实它更突出的是一个合法仿制和专利侵权的一个界限问题 那这里可能主要涉及专利侵权 专利挑战等等相关问题 那当然仿制药自身呢 它也会涉及到比如说合理的专利布局和专利申请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呢 会产生这种跨国的医药合作 那么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合作 比如说是委托研发 还是合作研发 还是专利或者进入信息的这种转让许可等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要首先做下来签订一份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那这个合作协议里面首先要明确双方已有的这个背景知识产权都有哪些 那么进一步的呢 更重要的是对合作研发过程之中产生的这种前景知识产权的归属和使用方式 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 那对于医药企业来说 保护自己创新技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专利 那医药企业应该及时向有关机构提交专利申请 来保护他们创新技术的一个独占权和商业利益 当然这个专利申请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布局和规划 还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 这样才能够寻求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专利保护网 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保护到我们企业的创新技术 那另外一个保护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个保密措施 比如说签订保密协议 那么对于医药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企业需要采取相对的应对措施 那首先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比如如何规划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登记 以及商业秘密的保护等等 那一旦发现有其他的企业或者第三方有这种专利侵权 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采取合理的维权措施 比如说发送警告信函 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 或者是申请这个行政执法等等 那如果是这种跨国的侵权行为 企业也完全可以寻求这个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这个协助 比如说在侵权当地 侵权行为发生的当地提起这个知识产权诉讼 或者请这个国际知识产权组织进行相应的协调调解或者仲裁等等 感谢观看